還記得童年時光 印象最深刻的漫畫人嗎 冒險即將請人 請跟我們一起 走進緊張自己的漫畫世界 我記得我記得5060年代 有台灣第一本漫畫諸葛四郎 後來還有大金箔 機器人 在更近代櫻桃小丸子 蠟筆小星 海賊王等經典角色 國慶光雕展演中通通看得到 我爸阿嬤真的好可愛 把孫子逗得一下子哭 雪光奶奶的配音應該不陌生吧 今天的光雕展演 剛好是台灣第一部漫畫 諸葛四郎的作家 葉宏甲百年名代 以他當主視覺 再搭配劉欣青 朱德庸 正問 游轉等人的作品 跨世代四三部台灣原創作品 創年不同主題 素材 表現手法 讓大小朋友通通掉進時光隧道 在整個大的造型跟意象裡面 有我們諸葛四郎的頭像的形象 以及裡面交錯了許多 不同世代的這個經典漫畫作品 明年140公尺長的頭影幕 就像是大型的動漫漫畫廣場 10月8號正式展演 這可是花了超過半年收集爬樹歷史 台灣半世紀的動漫史創作能量 三波黃金時期要勾起大家回憶 其實所謂的黃金它沒有特定特定的分野 但是呢有些漫畫家他們的作品到現在 可能還在持續的創作 跨的時代非常的久遠 今年光雕聚焦在台灣的原創動漫 多元性歷史議題 也在國慶時讓更多人認識 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 TV別訊 小明正 天佳慶伶伶伶伶伶小獨台北報導